身穿阿美族背心的楊世韻 他的父親正式有亞洲鐵人稱號的 已故運動員楊傳廣 日前與前運動國手繼政 回到故鄉台東 巡根 一同拜會台東縣長黃建廷 討論設立楊傳廣紀念館事宜 也為達成他的巡根心願 對於設立楊傳廣紀念館儀式 台東體中田徑教練 與馬蘭部落族人都很認同 但對於設立地點卻有不同想法 我是非常贊同他去設立一個紀念館 可以去激勵到我們現在的孩子 他所要設定的一些目標 我是認為因為紀念館這個部分 它可以設置在一個 可以讓大家都能夠說很方便 可以到的地方 如果你部落真的是有一段距離 那就沒有辦法呈現部落的再提性 跟主體性了 不只是亞洲鐵人 洋傳廣 包含民主英雄馬亨亨 自縣國大黃中 以及天籟之聲郭英蘭 還有飛官將軍高偉和 這些都是馬蘭很出名的一些 具代表性的人物 可以把這些立元來 馬蘭部落的一些前輩的一些事蹟 放在這個文物館裡面 在會談中 台東縣長黃建廷則是希望 由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共同成立洋傳廣紀念館 推動小組 擬定計畫向花東基金或中央 相關單位爭取經費 期盼能夠在最短時間有成果 原始新聞比亞 台東市採訪報導 所以我們現在一段時間是提供的 問題是正規格出品 解放讓我們 我們